再来是我们看到 日本的第50届的国会大选 那么今天也进行了开票 那现在朝野的政党 在最后几天是卯足全力 在各地复选 石破茂更是在12天内 他跑了23个都道县府来复选 日本的众议院投开票 一共有465个席次 那会从日本时间 也就是在10月27号早上7点钟 到晚上8点钟来进行 整个选举结果 预计10月28号凌晨之前 应该可以出炉 那么这一次众议院的改选 多加日本的民调都显示 目前执政党的自民党 因为政治献金的问题陷入苦战 如果说自民党跟公民党 没有办法联合取得 过半233席 那将会对上任不到 一个月的首相石破茂 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